俄罗斯打击毒贩有多硬核 近日 由于镇子上的非法交易愈发频繁 卖家会将商品放在特定地点 前到账后 再由买家进行取走 于是警长在线人的帮助下 找到了一个个藏货地点 只见他让小弟在街边的冰箱里放入手 随后等待卖家去藏货时 他们一看里头的手 就给吓得撒腿就跑了 接着小弟们继续行动 只见他们在垃圾桶里藏好手 等到买家过去开盖一看时 坏了 中大奖了 但这还没完 警长没多久就找到了卖家的住址 他趁没人在家 就率领小弟登门拜法 随后小弟就在屋里安好C4 警长就在车里看着监控 等到卖家回到家后 卖家给炸的耳窝嗡嗡跑出 这下可终于被警方逮住 然而警长又接到报案 称有人在小黑屋里非法收集私人资料 随后他便率领小弟 一锤一脚地冲进屋里 立马就控制住了犯罪团 在他们的墙上 都贴满了居民的私人信息 只见警长带着小弟一番打杂 又是把电视摔出窗外 又是将所有电子设备砸得稀巴烂 他们又将设备摆在一起撒上伏特加 警长直接就一把火丢去 又是美好和平的一天 但没多久 又有送人头的了 战斗民族抓小偷有多硬核 最近 有俩电器小偷频繁作案 他们每次行动 都会将一台大电器偷走 就算当着路人的面 都装作无视人一样直接抬上车 随后硬和警长掌握线索后 就率领小弟潜伏在作案地点 等到小偷再次将电器偷出来后 小偷都傻了 你压得刚脱出门 车就给我扬了 接着警长带领小弟来到两轮窝底 好家伙 里头摆着几十台电器 袭击冰箱微波炉应有尽有 于是为了归还赃物 警长开来了一辆大铲车 电器被装得满满当当 全都给摆上大货车 就给送回去物归原主 大伙都满脸懵逼 一脸不置信地看着这破烂 真是自己的吗 然而还没开心多久 就有记者通过暗访 发现小镇超市卖了许多过期商品 于是警长亲自出场 决定将这些商品全都处理 只见他先放上一块奶酪试试水 就让压路机直接启动 剑处理的有效果 警长又将过期快餐 城乡坏式薯片 富士山青苹果 插里有巧克力牌 全都堆在了一起 接着压路机再次启动 一个滚轮压过去 就问你看的爽不 近日硬和小镇发来举报 撑几期没剑的忠孝又搞事了 于是警长带领小弟冲进他的住所 从里头翻出了城乡的银银银 一捆一捆的 估计都有好几亿了 只见警长走到面前 忠孝有嘴说不清 毕竟在昨天 就有市民爆料称 小摊上有人买卖西偶蘑菇 等警长去到采集山区进行取证 果然看到有一伙人正在采谷 随后警方给采谷人进行搜身后 竟发现他们居然采了近20种不同款的西偶蘑菇 总价值都能带你体验几时发小可爱 接着警长便将蘑菇全都装进袋子 绝对没有要偷偷带回家的意思 而现在面对着白口莫辨的忠孝 他们又在地板掀出了几大箱的钞票 看来忠孝这买卖 可是赚得盆满钵满了 最后警长也留了情练 只是用手铐将中笑考在床上 就收走全部钞票 让其在家面必似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剧情皆为节目效果 小朋友可千万不要模仿哦 更多硬核爆笑操作 只能拜托点个关注点个赞 之后还会为你带来 硬核警长的更多精彩操作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